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游的其中一个类别 其实手游包括很多不同类别的游戏 而电子竞技的游戏是其中一款的游戏 例如近年很流行电竞这个字眼 电竞在游戏或游戏里面的行业 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 包括以前一些格斗游戏 你会看到很多人排队 不只是排队去玩游戏 也会围着一齐观望 其实这些都是最早期的电竞 现在因为资讯发达 手机亦有互联网 我随街都可以和世界不同各地的人一起玩 其实电竞这类游戏 基本上是任何有竞技的元素 在一种游戏里面 在手机游戏里面 亦都可以经过我们本身的互联网 可以连接其他玩家 同时间无论是实时也好 或是即时也好 去一些有竞技元素的玩意 开发电竞相关游戏的时候 有什么细节的位置需要注意一下 其实我本身公司是开发游戏 如果想做一些有竞技的游戏 首先游戏可以支援一些跨平台 甚至经过互联网去跨不同的玩家 可以做一些实时连线的功能 这些都很多时候会连接到一些 我们叫伺服器或者server 这些要令到玩家可以同一时间 可以连接到 亦都可以同一时间看到同一个画面 这些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你说说到一些游戏设计上的层面 就是你如何去吸纳一些玩家 去对你本身的游戏有兴趣呢 例如好像有些玩家 是玩一些可能三宵类型的游戏 它会连续三个玩家便会消除 这些怎样可以加一些竞技元素呢 传统可能是一个绑 一个排行绑 去大家斗高分 现在都经过很多年的变化 现在单靠这些绑 是不够吸纳一些玩家 现在有些游戏可能是用来格斗 或者对伍制 或者单对单 其实这些就视乎本身你想做的类别的游戏 是否适合用这些模式去加入 令到你的游戏有一种可以吸纳到玩家的元素 你认为香港的电竞行业 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呢 它的发展规模相比有多大呢 其实市面上很多人一想起电竞 就是想电竞选手 或者电竞团队出赛比赛那些 相对地我会觉得 其实香港是有些落后的 在这方面 因为始终跟运动很相似 其实你要去锻炼一个运动员 首先除了你本身整个城市 或者国家的文化 是会培育本身的人才之外 亦都是你的 talent pool 也够大 香港都是七百几万人口 其实你要锻炼一些运动员 无论他是真是physical的运动 或者是online的运动 其实都是需要一些栽培的 而且一些 无论特别是香港 可能传统上 运动或者电竞 并不是一个很主流的一种行业 所以对他们来说 一定会需要时间去锻炼 或者需要时间去培育 另外一边 我觉得其实有技术层面 技术方面就是 游戏的框架 有没有研发商 可以推出一些 带动有竞技元素的游戏 本身周边的一些产品 例如直播 可能一些本身 做开电竞的装置等等 其实这些东西 其实香港近年都做得挺好 所以我觉得可能 在technical side方面 香港在电竞来说 是一个潜质 当我可以满足到这些东西 慢慢另外一边 电竞选手 电竞赛事 便会慢慢去奉门起来 那发展一个行业 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都需要各界互相配合 才会成功的 今天就多谢Edward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